那些民眾黨的黨公子 你們這麼高興是為什麼 你們難道覺得今天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柯文哲這樣平安走出來 一切事情都沒有關聯性了嗎 彭政生已經被靠到土層了 彭政生不是你任內的副市長嗎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件事情就證實了 坐實了你柯文哲市府任內的一級首長 有人收會 那這件事情不嚴重嗎 所以我不懂是有什麼好高興的 彭政生不是民眾黨籍的 然後就覺得好像沒有關係 反正無所謂那他家事情 他收會他家的事情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看柯文哲這次的答辯策略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我到了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原來我彭政生把我金華城的容積率 調高到840% 我怎麼不知道你怎麼突然把我調到這麼高 我三四月才知道 我後知後覺 所以為什麼我才會說 今天開心大家會開心 但是你不能就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就今天就結束了你知道嗎 就柯文哲無保請回 哇 柯文哲無罪 就這樣不可能 因為現在這個官司我常講嘛 這跟你在打一個職棒的季賽一樣 你今天只贏了第一場比賽 對 不代表你最後拿總冠軍你知道嗎 你現在搞了現場的所有人 搞得好像拿世界大賽冠軍一樣 在那邊哇 被無罪啊 被回家了這樣 我跟你講 不要高興那麼早 今天法官要壓你或者是說 他要決定要壓你 或者是他要讓你交保 或是讓你無保請回 他看的是證據力嘛 那很顯然檢調就是因為急救張嘛 因為本來是9月5號要超 要超金華集團 要交威京集團要抓要抓省慶京 結果省慶京跑去通通報信給易小威 易小威坐不住了 想要從桃園機場飛出去 結果被禁管 因為檢調先坐手禁管 禁管之後他跑到 他很異想天開 他以為在桃園可以跑 跑不了 他跑到清泉鋼 結果又被髒到 結果檢調當場就逮捕了 然後就跑去金華集團 去抓省慶京 結果就他們總部大樓的樓梯間抓到他 對 那他還說他膝蓋不好 你膝蓋不好就走樓梯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被抓 今天就很明顯要跑跑嘛 對 而且再來還有一個關鍵點是什麼 陳佩琪買了機票 要出國 這個是確定的 對 到現在沒有否認 而且帶兒子去 對 那所以 我講真的 檢調看起來就是在急救張的狀況之下 去被迫出手去辦了這個案子 但我跟你講檢調最大的失誤叫什麼 叫那天什麼 兵分48路去搜索這件事情 平常心講我覺得你那個動作就是演出來給大家看 你真的能夠 我真的真的能夠查到東西的就是在他家 或者是比方說你說台坡大樓 這兩處 我認為你去搜合理 可是你說什麼兵分48路 然後到處去這樣子 就是大幅度大規模的這樣搜網 你就是提高了大家對於你這個案情的這個期待值 對不對 很多社會大眾為什麼今天研判說有可能會被壓 等於就是因為他們直覺認為檢調會這麼大動作 肯定這個證據力是非常充分 他已經掌握到了一些關鍵的市政 關鍵的金流 但很顯然你看從過程當中釋放出來的一些 包含170萬也好 包含700萬的現金也好 不管是真是假 但基本上這些金流 他唯一能夠就是跟你扯得上邊的 就是告訴你說 你的這些金流的發生時間點 跟所謂的便當會的時間點 就是他跟印小會的便當會 很接近就是印小會便當會之後 然後就有一筆錢進到他的戶頭裡面去 但是問題是這個很牽強 你只用這個理由說要叩客問者 當然你就沒辦法構成所謂的行賄 收賄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他看起來 檢調就是你要登三丁是登最高的那說三 所以當然圖利這件事情是板上丁丁 可是他們現在就是要挑戰收賄這一條 因為你如果用收賄把它扣起來 你比較有可能把它直接收押 就是直接押到那個所謂的圖層 主要是檢調抓到印小會有4700多萬的資金流 但是我必須講 有一個態度我要先聲明 因為我看到聊天室確實有人很激動 尤其柯義安來我知道你們更激動 但大家了解 我每次都批判北檢叫做東廠刑禁 這個端鼓就是東廠刑禁 為什麼大案小案不辦 專辦科案 你高雄雙槍 台南雙槍匣到底抓到了沒有 雙槍匣都把林士捷打死在街頭 都出病完了吧 沒有人要抓 所以就是說 其實對於說執政黨黑金槍賭毒好棒好棒 但問題是他就沒條 對確實他是個政治犯案 可是你在野黨屁股沒洗乾淨 因為你沒有執政嘛 你沒執政你屁股沒洗乾淨 你必然要承擔的政治後果就是這個 再來的話就是還有一件事情 在於說 最近基本上是多案啟發 對他也不是只有單純去辦你科案 沒錯包含林怡錦的案子 對包含鄭文燦的案子 主要政治人物被辦了很多啦 包含那個陽文科的案子 其實太多了啦你數不清啦 所以你很難去講說 檢調特別偏袒哪一個政黨 因為老實講現在就是檯面上這些政治人物 但你也不能用這種 我覺得這個邏輯會有點亂的原因 是因為你不能今天去辦民進黨 你就說這個叫做政治鬥爭 政治陰謀 然後今天去辦藍白的時候 你就說這是政治判案 就是各種方式你都可以解讀說 他背後有一些陰謀論 或是怎樣之類 燦哥剛被辦 那台灣的司法還有人要相信嗎 對不對 我覺得尊重司法是一個 國民最基本的一個素養 就算今天覺得司法有一些問題 需要改革 可是你不能今天就是 通通站在本位主義嘛 我常講嘛現在出去外面喊司法改革的人 都是就是你也不知道要改革什麼東西啊 你站在外面整天喊說 司法要改革啊什麼恐龍法官啊 問題是你問他實際上要改哪一條 他不知道他告訴你說 對啊因為你看都半藍不半綠啊 半綠不半藍嘛 半白不半藍綠嘛 就是用這種本位主義去思考嘛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就會變成是 進到一個很怎麼講 你沒有辦法去討論事情的真相 你就只是不斷的再去討論這些皮 表皮的這些政治鬥爭陰謀論這些東西 那我講真的你這樣子長久下來 那台灣就不會有貪官污吏啦 為什麼 你辦誰的事就不對嘛 辦誰都有背後的陰謀論嘛 那台灣就不用貪官污吏 大家通通都很清廉 大家都通通不要辦 這樣最最乾淨嘛 大家就是眼不見為盡這樣 其實小能這個補充是比我還全面的 我必須說啊 因為我當然我比較在意的是說 當街打死人這事情 不過說實在的話說回來 今天不管你說鄭文燦高高居修林一錦 林一錦被辦這次很多人驚訝 為什麼林一錦是正賴嫡系 林一錦從別百合之後就到賴門下 賴開始做國大代表 他就在賴辦了 是 一路死挺跟賴的你知道嗎 他被辦他事實上後面事情很大 但你說辦的嚴辦的鬆 一定還是有一點些微差異 但這個很難講 因為檢察官也有差異 法院也有差異 你看陶檢辦鄭文燦 十次搜索票不給 你就知道說陶檢有點問題 但是問題是進行搜索 什麼叫進行搜索 就檢察官覺得有重大的問題的時候 不能讓他走 一定要抄他 抄了他 結果就抓到了 對啊看起來證據率就很充分 包人帶一大600多萬 現在連鄭文燦自己都忘記 自己丟在自己的豪宅裡面 他傻眼啊 被張得一個人張巨貨 而且我認為其實鄭文燦只是一個影子 他就是拿鄭文燦現在的這個 表面上這個案子去引出來看 背後還有一些什麼樣子的連結 包含跟桃園市議員這邊 這所謂的他們有一些鄭文燦的那個 類似的一些親近的這些議員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這些 金流上面的流動 我自己認為檢調現在只是拿 以A仰B 以A案仰B案的概念 所以那一天他 我覺得民眾黨有一個辯護的點 蠻怪的就是說他不斷講說 這什麼叫以A案就是 他說問A案 就是他的意思是說 我查的明明是金華城的案子 但你怎麼問我目可金流的事情 但實際上這整件事情是都在一起 他們認為金流有問題 對就是因為現在看到是有一些問題的金流 沒辦法釐清 但是不過現在看起來 他都跟你用一招叫做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法 就不管怎樣我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這個相當於是行使類兼目前的方法 是 就是你問什麼我都說我不知道 對 那所以這就是一種變送策略 所以我才會認為是說 今天看起來檢調當然是很露氣 這一次檢調這樣子大規模的出動 然後最後這樣你看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然後最後無保請回這件事情 檢調現在要提抗告 可是你的證據力還是要充足 你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力 你只是讓柯文哲進進出出 再多進幾次多出來幾次而已 那現在檢調大概會有兩個思考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還要不要繼續用 所謂的收賄罪去辦柯文哲 因為他一開始就扣柯文哲收賄的帽子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就要很明顯 就是要有一個 你抄不到金流就沒有用 金流的進跟出 這個東西要很確切的有這樣的證據 那現在就是要看說 比方說現在被扣的這些審慶金也好 應小微也好 或者是像那個金華城董事長 叫陳玉坤他也被扣起來 然後那個彭正生 還有應小微的這個助理也被扣了 是 這些人到底會不會兜出 對柯文哲不利的證詞 以及這個金流的部分 就是我相信他們一定會用各種手段 去誘使審慶金轉為污點證人 包含減刑的這個手段 因為這個老實講 這都是司法訴訟當中 非常常見的一個策略 所以你也不能說什麼 他們在那邊耍音還是幹嘛之類的 就有些人會想 試圖讓他們去轉為污點證人 去咬出更多的證據出來 那所以如果沈慶金有咬出 跟柯文哲相關的金流的話 比方說 因為他之前 柯文哲就有講過 他跟沈慶金有去 所謂逃租影院唱歌 那唱歌這件事情 也不是每個人都去過逃租影院 逃租影院那洞大樓 沒有 沈慶金就會不會約我去逃租影院 對 沒有 不要說約你 連酒man都沒去逃租影院開箱過了 對不對 而且逃租影院到目前為止只賣出一戶 對 是威金集團的孫公司 就是威金自己買 自買自用 對 所以就是他們的招待所 對 就是他唱KTV的地方 就是逃租影院唯一的一戶 對 就是那一戶 所以不管怎麼說 今天先不要講 他去跟沈慶金在逃租影院唱歌 現在問題點就在於說 只要這些人有咬出 對柯文哲不利的證據 所以為什麼我才會說 今天開心 大家會開心 但是你不能就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就今天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就柯文哲無保請回 哇 柯文哲無罪 就這樣 不可能 因為現在這個官司 這才叫 我常常講嘛 這跟你在打一個職棒的季賽一樣 你今天只贏了第一場比賽 對 不代表你最後拿總冠軍 你知道嗎 你現在搞了現場的所有人 搞得好像拿世界大賽冠軍一樣 在那邊 哇 被無罪啊 被回家了這樣 沒有 不是 這個 我跟你講 不要高興那麼早 因為你從鄭文燦的例子 你從包含像各式 就是你這麼大家 長期下也都會看到一些 司法案件的調查你就知道 包含像扁案也是一樣 那個一定都是進進出出好幾次 那只是扁案比較特別 他一進去就出不來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